但是你要知道老闆日理万机 他怎么可能就是说 你给他看一个那么复杂的线条 什么叫那么复杂 这边是不是有四条线 可是你真正要比的一定是2020跟2019 对不对 当然有时候会有特殊的原因 2020要跟2018年比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建议各位应该要把复杂的比较改成简单的比较 例如说四条线的比较就很复杂 我们改成两条线 怎么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分析底下有一个插入交叉分析 分析筛选器 好然后我们再选这个年确定 这个就很像就是过滤器 过滤器 例如说我现在我选2020 扫插入交叉分析 扫插入2019 好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我只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假设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然后帮助老板来去做一个判断 举例来说 其实2020年我们的真正的获利是在后面这个9月10月11月 您说是不是 也许那个时候 假设你是这公司的一份子 你就会去提供说 因为那时候没有办一些什么活动 所以他这个地方有明显的利润的增加 对不对 你那故事才算完整 那其实在6月份 这是2020年的6月份 他其实是输前期的 而且输很多 可是你这样比 你是不是就可以说 因为2019年可能在6月份的时候 我们有办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导致说该月份他利润是增加 是比这个平均利润高很多的 好这样子比 就变成是去要说明一下这个原因